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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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WTO姐妹會 唉呀加油喜事啊 今天這麼多人是為什麼呢 因為WTO已經開播 盤四年了 要謝謝所有觀眾朋友們 這麼多年來 大力的支持之外 我們這個節目最大的工程 就是我們的新住民兄弟姐妹們了 因為四年下來 其實你看每一個人 對節目都有貢獻 真的嗎 對 然後網友是會討論 昨天Sandra講什麼 哪有講什麼 四年的韓家路討論的問題是 你們到底來WTO 到底多久了 你看四年的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有七個人是四年的喔 喔 老學姐 喔 外國人老耶 老 老 不不不不 你們是三年十個月 不過差不多兩個月而已 所以就是老人 可是我一直以為阿福很久 阿福你只有兩年而已 兩年了 當初你怎麼來的 其實 其實 好冷啊 好冷啊 好冷喔 那都是坐Eva的車來的 我為什麼記得那麼清楚 我是2011 2月1號 從德國回來台灣 然後就前兩個月 我沒有再做任何的事 我也沒有工作 沒有什麼 就是把家裡弄的 這個有專有名詞啊 我是兩性專家 然後我大概 大概前兩個月 我就登德國的家具過來 然後把家裡 日子好什麼的弄好了 然後我就開始寫那個履歷表 然後去找工作 然後每天晚上看到老婆 老婆就問我 欸今天怎麼樣啊 有沒有公司打給你 有沒有什麼工作 搞得上班 所以很奇怪 今天發生奇怪的事情 你知道什麼 有一個電視台打給我 然後叫我去他們的TV秀 嗯 然後就說那你怎麼講 你怎麼講 我說我當然說你打錯了 對不對 我雖然我記得那個履歷表 但是我沒有記得電視台 我還怕被騙 對阿 我就刮斷 他說什麼什麼TV秀 我說你趕快答應 阿阿斯我幫你報名 你打 老婆那麼冷喔 老婆 然後我台灣一個朋友 他覺得我們剛回來 他說阿富還沒工作 他可以先去玩一玩 所以那個時候 那我就趕快打電話 到電視台 就電視台以為你是大便集團 小平野是自己打電話進來 沒有打電話 是那個 隨便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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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節目就隨便 你隨便寄我們就隨便用一下 不是 同樣是一樣 從東北來的寶寶 你自己呢 庫正事務所把我報名 真的我也是 庫正事務所還可以幫你訂披薩的 之前因為我都是會去參加一些 就是 學一些什麼台語啊什麼 他們覺得我蠻融入的 然後 形象上應該還可以 那你看你要不要去參加一下 你看 台灣人真的很好心 熱心 真的 然後就這樣子 就叫我過來 那我就 當時有寄一張照片 就是給工作人員 然後你知道嗎 我拿到這張照片給他們 然後他 那個工作人員跟我面試的時候 然後是一個男生 他就講一句話 這照片好像跟妳本人差好多 工作人員還在嗎 妳是不知道 妳是不知道 妳是誰啊 妳整個青天體力 我就很氣妳知道嗎 這是剛來台灣的 第幾天喔 我照的照片 那個時候哪有什麼修膚美膚啊 根本都沒有 然後很清純 那後面就是來面試的時候 已經事隔一年了 可能被我老公摧殘的 可能那個 所以 我滿肚子的怨恨 所以我就能講出來很多很多的故事 所以我表現得還不錯 你知道嗎 因為故事多嘛 對 對 表現還OK 所以從第一集做到現在 哇 好厲害 他們當時來有試鏡喔 先來看一下 他們當時還有VCR 真的嗎 憲美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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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幫我把她的胸膜 對沒有幫我把她的胸膜 對沒有幫我把她的胸膜 可是因為寫她 我把她覺得說 妳幹嘛 妳趕快帶她出來 她在三個禮拜 她在三個禮拜 抱翔啦 我今天好像是 把她一帶 我會帶她 GIMA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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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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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講話比較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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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剛結婚是不是 你看看啊 你感覺很不錯 你感覺很不錯 因為你感覺很漂亮 好漂亮 你感覺很清純耶 就是如果妳一來 她說很好吃啊 蠻不錯的啊 有蔬菜還蠻好吃的 她好像不一樣 好厲害喔 這是久了 你會覺得 對 就會覺得 啊 怎麼這樣子啊 那是我的家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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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啊 很美啊 我知道 她的髮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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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她的髮型 她的髮型 很美喔 她的髮型 還對貝敏 沒有 他好瘦啊 什麼的 什麼的 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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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跟現在小朋友這樣搭 小朋友 對 對 小朋友 對 太太太 太太 太心跳蜂了 每個戰役的地方都不一樣 真的 小朋友 小朋友 怎麼現在變那麼小 怎麼會這樣 其實妳在二十年前 就在台灣參加民歌比賽 十幾年前 對 妳怎麼會想到來這邊 不想來這裡 怎麼會想到 沒有人家 竟然聽不懂 妳確定妳還要邁向第五年嗎 所以CAMP 當初是誰幫妳報名 然後或者是妳怎麼會想要來 之前我十年不在台灣 所以我都怕說我中文推步很多 我去上課 然後再學中文 讀了一年 參加演講比賽 然後我又得了第二名 哇 竟然還要比賽 第一名是誰啊 第一名 哇 妳這個 等一下等一下 Catron 妳如果第一名的話 那標準太低了 對 對 不是Sandre 第二天 就是有姐妹會打電話 很巧啊 要來面試 就四斤 whatever 我第二天去上課 然後我跟學生說 欸 有電視台要找我 然後他們有一點潑冷水說 啊 老外在台灣要上電視 太便宜的事情 他就要妳當小丑了 好 那我想到那個馬戲團裡面的人 沒有他們只是要應徵攝影助理耶 那那一天呢看到我 可是我女兒也陪伴我來 對 然後他覺得 媽 這個機會好 這一定是不錯的 然後趁那些人都不在 我填表他說 減6 減6 減什麼 減6 不是體重減6公斤 對 體重減16公斤 三圍第一圍是A減 按照我填表格 我現在就46歲 還沒管年輕 還不錯 還不錯 那妳有年齡的限制嗎 沒有 有嗎 當時有嗎 沒有年齡的限制 也沒有體重的限制 所以妳看不出來 我剛剛穿黑色 Sandy以前瘦 我以前胖 Sandy Sandy Sandy搞錯了 你今天跟我不要回家了 其實第一次就是為了 我在找一個朋友 那個時候很講 我在幫一個朋友找工作 然後我們在網路有可能 剛好才幫他找工作的時候 我們都是看英文的文章 怕他有放一個英文那邊 可是怕他沒有寫talk show 他就是寫soap opera 然後他的就是聯繫器 然後他那邊的英文就是說 他要一個科研台灣媳婦的 一個外國的科研台灣媳婦的角色 他們寫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認為就是要來一次 演戲一次 就OK 客串 對 對 不是指甲 對 指甲就是應該這樣 然後就想說 來玩一玩 我們就騎過去 我跟我那個朋友騎過去 然後也想不到了 沒有多久 他電話給我 就是叫我來 來哪一天 我記得是自作人 然後在那邊一直跟他們講話 他們問我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妳在台灣是什麼 妳喜歡去哪裡玩 然後我終於前去哪裡 沒有人跟我講過我的中文的遊玩具 然後我在那邊講他們 講話很吃人的 你會看到 他問我什麼我就 你這個什麼 我話是 我發誓 我以前去哪裡 沒有人說 妳中文真的那麼好 妳中文真的那麼好 想不到哪一天呢 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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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講完啊 我也是想不到 對 好 國氣店 我們就他電話跟我說 可以來參加 他解釋給我請 就是那種 要唱話了怎麼樣怎麼樣 我就OK 拉油真的非常的好 我本來有時候想不到 沒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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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沒有想到 我是不知道 過一年方以後 一人拍分拍 就是做一個題目 然後有發問 那麼的持續人 然後持續人在一人拍分拍 那邊就說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Sandra我們沒有有用 喔 因為Sandra來民視以後 走了以後 持續等我們開會 有的人就是說 我們不要用它好了 他真的是很起叫 然後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就是後來的考量 好來是10顆一次 10顆一次就是留著到現在 所以我就是覺得 我的中文的還是很好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 真的是胸部大哥 只要知道 他在講什麼話 所以鏡頭會在他身上 對 因為我覺得 他心機很重啊 他在講標準 對講不標準 我們做電視節目 或是做戲劇 總是要有個懸念 有沒有節目裡面 Sandra一講話 就有個懸念 我告訴你 他在講什麼 不是 他在上網討論 Sandra在講什麼 Sandra講什麼 我告訴你 你不要說觀眾 你不要說觀眾 我坐在這邊多少次啊 我講話 左邊三個特別來賓 左邊兩個組織 我又開始講話 每個人就 對 這好 對 你那時候 兩年之內 多久就變成 對啊 可以看看那個袋子裡面 有一個人 大家非常的驚豔 真的 他的髮型 對 不好意思啊 這時候我是送CV過來的 我以為說是要廣告 Advertising 所以我就那天去洗頭 然後我的那個 你那個是洗完 你那個一定是去酒 對 真的嗎 你怎麼按摩洗啊 哪一家 哪一家 你這洗完洗 就難不及到馬上去 倒了 倒了 這個人也是一個好衣啦 不要這樣子講 因為 我說你們的那個 台灣的廣告很豐富嘛 所以他跟我講說 有兩個事情你要記得 頭髮要豐富 很豐富啊 八個把心在你頭上 第二個你要繼續講 一直講 所以我說好 那這個保證我可以 我是當老師的嘛 當然我會講話 做了那個頭髮以後 我就來了 他說你一定會整共 但是我來了就覺得說 我那天出發的時候 我看到我說你決定不是太高嗎 沒有 你裡面有八層樓 我說不是啊 台灣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相機來一個人 而且我這個沒有想到 不是台灣有一個藝人嗎 他頭髮很高啊 誰 你們擦不出來嗎 白冰冰啊 所以我覺得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這樣子就可以得到 但是我們一直到現在 一直往後看 我覺得Oh my gosh 我這種事 那個是Gina呢 我在 我的補習班這次電話過來了 所以我來面試 可是那時候我剛來兩年而已 所以中文真的很不好那時候 然後很擔心嘛 面試前天 然後我該要講的都背起來了 然後就來了這邊 然後面試的時候 我都該要講的都講講講 可是聽不懂你們在講什麼 就問我什麼我都聽不懂 所以看他們的髮型 他們互相笑的 他們互相笑的 然後他們就微笑的 我一直微笑 所以就這樣過了 我都沒聽不懂 然後節目一年 還是喔 就是還是我 不太會聽得懂 所以人家笑 就啊 一直笑 其實你聽不懂對不對 一直笑 哇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而且Gina這樣一直笑 跟她的外型很像 對 對 對 我真的第一次來錄影的時候 很緊張 開始錄之前 我們不是化妝嗎 然後就大家在那邊 等一下這樣子 然後我就看到 思思跟美美 他們的中文好好喔 然後就很緊張 然後呢 也有看到那個Kim 可是Kim的中文很好 可是我比較安心 因為我比較年輕 對 我是沒想到 我就放心的時候 小帆 發心得到小帆 她就進來 整個發亮 小帆很漂亮 然後小帆被大海捏捏 對 對她年輕又很漂亮 然後就是 又屁股翹翹 對啦 然後我心裡想說 天啊 我沒辦法 中文也不好 然後外表也是 沒辦法贏小帆 所以我就總共很緊張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 我第一次錄的時候 我記得 是跟 幸運有關的題目 然後我記得 我面試的時候 也是製作人問我說 我跟老公的那個 那個 那個 那我心裡想說 對 對 我就給她看我的影片 對 是葛熙配的音 對 是 只要擋回保留 所以 當製作人問妳這個問題 之後妳怎麼回答 對 我不記得我回答了什麼 反正是 就有一點唬爛就是 可是那都是我心裡想說 這個節目 怪怪的 對 怎麼一直問那個 那個姓有關係 對啊 反正是因為第一次錄 所以我還是乖乖的錄了 然後呢 我回家的時候 我打電話給老公 老公我覺得這個節目 不太對 然後今天錄的 也是跟姓有關係 對 而且我收好 我說妳時間很長 最重要是他們都不相信 然後呢 我跟老公決定說 如果我下次錄的時候啊 又是跟這個的話 我絕對不要錄 對 可是還好 第二次錄的時候 是跟喝酒有關係 那我最想想 喝酒很好就對了 所以誤會很大當初 對 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次錄的意思 好厲害 韓國男人 跟台灣男人差不多 我覺得 好手喔 不集中 不太表現 對 因為在韓國也是 跟姓有關係的 是不能講的 站在那個桌子上面 然後她跳舞啊 可是 剛好那天 她的好朋友來了 然後她把她自己的 拿出來 然後拿著 跳舞 哇 妳知道 以前的 現在真的都 妳啊 都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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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Kim 妳剛出來錄影的時候呢 壓力好大 對不對 好大姐 幫這個豬豬啊 哎呀 我真的 真的 因為她還沒有那麼快來 可是第一次去 我記得是有寶寶跟小明 對 然後我自己來台灣 我沒有很多衣服 我沒有很多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 我想說我回來一年 現在已經在這裡五年了 所以我進來這裡攝影棚 後面我們準備穿衣服什麼的 喔 然後就算我騙她 她們我的年齡對不對 但是我自己知道 她們幾乎都可以當我的孩子 真的 所以這是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每一個進去 喔 每一個 LV包包 然後 像這樣 那 可是 那邊有一個大鏡子 大家穿好衣服 我就在那邊看 好不好 結果 這兩個拉麵 妳有一點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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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 真的會這樣子嗎 對 對 特別是那個寶寶最可怕 一直胖 這個時候 我的確是超過66公斤 身體比較胖 所以 剛開始 頭幾級都是穿黑色 在那個大鏡子 就是很想看到自己 可是 只要我將她們叛便 後來妳有減肥對不對 有 對 我用了差不多 半年的時間 好厲害 好厲害 現在又回來了嗎 她把她腳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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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生她的年齡比我小很多 不是說一兩年嗎 所以當初我認識她 我就覺得她是一個很好的男生 只不過她一點都不浪漫 然後她不懂得怎麼追女生 所以我想說 這麼好的男生我來當她美婆 我覺得她也當初對我的感覺也是 勞美 還好啦 妳太介意了 我覺得看起來還好 運氣很好 我先生禿頭 而且我用年齡比她小小小 對 再來問一下另外一位 小米 小米 當初我是那個朋友介紹 然後抱著好玩的心態來那個 上那個面試 結果沒有想到真的是有上人 然後接到第一份通告的時候 我真的睡不著覺 我想說 天啊我來台灣可以上電視 然後我想說 我怎麼回事啊 我就第一次錄影的時候 真的是緊張到發抖 然後頭或腦脹 因為我們鏡頭那麼多 我真的不曉得要看哪個鏡頭 然後緊張到有時候講話 講到一半就忘記 然後就 這樣停下來 然後害我就是一些製作人 幫我剪接 真的 很緊張 所以當藝人是真的很不容易 這件事 你說台灣男人沒有大男人 我至少我老公不會 對 因為我跟我老公在一起還蠻久的 所以他也曾經兩三次陪我去韓國 所以我已經跟那個父母都認識 認識了 所以就比較不會那麼擔心 對 對不對 那個時候臉比較有肉 現在瘦很多 瘦很多 對 那另外呢 我們就要請教一下 這個來自於東北的小辣椒 我們的小皮兒 像我以前當過老師的話 應該說不會雀腸 可是第一次當然也是很緊張 而且那時候口音非常的重 比現在還重 有的人乾脆都聽不懂 真的嗎 對 然後那第一次錄影就是 也沒來過錄影 就穿得很搓 是不是叫搓 就是穿一個那個牛仔裙 還有一個破背心就來了 然後那腳本的時候 之前來的時候腳本我已經看過上百遍 然後都背得果瓜爛熟 已經這樣了 好認真喔 可是當那個主持人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還是很緊張 然後當時那個聊了聊 就聊到什麼大陸的KTV啊 各國的KTV會唱什麼歌 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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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東北口音 然後那個 問我的時候 美人姐問我的時候 她就突然說 那大陸的年輕人到KTV都唱什麼 沒關係啊 OK啊 都唱當下流行的歌曲 那比較有年紀的 有點年紀的人在KTV KTV 沒有 你可不可以自然一點好不好 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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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啊 KTV 然後那個美人姐說 就突然就是臨時發問說 那你跟我們表演一段那種 革命歌曲 我們歡迎小萍 歡迎小萍 沒有嗎 不是 當下的時候那個 腳本沒有那段 她突然發問 那我就 當時就灑掉了 我想說那腳本我背了一百遍 白背了 沒有這段啊 我想說那革命歌曲是什麼呢 好不容易想到一首 就是挺流行的當下 什麼血染的風采那個 那首歌 然後那第一句不是說 也許我告別 將不再回來 應該是這樣 然後我唱出來是 再見爸媽 因為我一緊張 會嚇到我媽 唱這種歌呢 要很有架勢 要有知識 三七步 喔 三七步要站住 挺胸排頭 然後手要這樣 都要這樣走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這樣嗎 這樣這樣嗎 這樣這樣唱 那個 再見爸媽 君豪已炊香 背包新裝已飛好 結巴 不對要出發 我們就要回來 我們就要回來 小平就是好緊張喔 對 那個後面的歌 只是全部都唱錯了 再看一下另外一位 不好意思啊 真的我搞不清楚狀況 我就記得我老公跟我 講一句話說 你去到那邊的時候 人家叫你脫衣服就不要 就好了 好 好 他被騙 但是應該這個電池 它也是OK的 那我們在一個餐廳吃飯 然後就電話來了 是工作人員要 他說什麼 Regal Regal 那我不知道這個字 可能是我的口音就是 聽起來是好的 但是我的字不是很多 所以有一些字Regal 錄音什麼什麼的 我都有自己的觀念 我老公說 你去外面跟他聊一下 我說聊什麼 他說你要錄音 我說我什麼時候跟人家 好 那我去外面 那我自己講 天秤就是錄音嘛 所以我就去外面 然後是一個男生 一直跟我講話 問很多東西背的問題 我就一直解釋解釋 那我覺得是這個人很奇怪 是不是他們先要了解我狀況 我頭腦是正的 然後我一直以為 因為好像是一個 Psychology那種 聊… 還搞不清楚狀況是什麼 真的搞不清楚 然後他說是通話節目 談話節目 然後我就覺得 Sweet Flower 甜…就是糖嗎 甜的嗎 喔 糖花 我就還不清楚 那應該是廣告 是要什麼什麼 我一直跟我老公說 為什麼要跟別的男生去錄影 他說我不是去跟別的男生錄影 我就搞不清楚嗎 你以為被你老公騙去拍什麼片子 我就還不清楚 所以到這邊的時候 我真的是坐下去 開始跟美人姐聊的時候 就開始講話 然後就Oh Talk Show 大概一個多月的時候 然後陪我家出去跟朋友去喝酒 然後一個朋友一直 喜歡喝威士忌 我們就喝兩瓶 然後我 我只有那一天就一直吐 我從電梯裡面到家裡一直吐 所以妳一直以為是酒喝多了再吐 後來才是懷孕的吐 所以以後妳的小孩可能很會喝酒 她會拿到什麼酒在桌上 然後她會吃 Oh Good Mommy Good 拜託 Eat the hair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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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好可愛 這就是帶多一瘦 對 妳這瘦很帥 那個懷孕的時候我們是有看過的 對 有七八十公斤有 有嗎 有啦 Eva才懂過 沒有嗎 老師妳今天 她就不做太多人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神經最大條的Gina 第一瘦都贏的時候是什麼樣子呢 我剛才不能吃Sandra嘛 我剛剛說我聽不懂 我看大家都就是笑啊 就開心笑 然後笑的時候 Sandra就在我的旁邊 然後笑的時候 哇Sandra很笑 她剛剛開始也跟我一起這樣 啊啊啊啊啊 後來我沒辦法控制我的力氣 啊啊啊啊啊啊啊 然後突然說 她看到那個時候不知道是看到 別人講什麼 最後根本不好笑 她在那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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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麼效果 這因為有什麼很危險 對 她戴鏡子 然後她們那個鏡頭 你覺得她們手上的 她在那邊 然後後來我們錄音結束 不敢跟她講話 兩三個月都沒辦法跟她講話 後來她要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講迷你 好好做 我身在我的旁邊 然後這樣坐好旁邊 然後這樣坐好旁邊 對 大概中小附近那邊附近 然後我在米路 然後我問有一個歐巴桑 拉莎大聲然後說 陳平在哪裡 然後我覺得她也是不知道 然後她跟別人說 陳平在哪裡 然後她也都不知道 然後結果呢 一二三四四個都不知道 然後她們都抱著 藏品在哪裡 還好啊 還好啊 我以為妳要擋她的鏡頭耶 不是 可是妳看以前位子這麼遠 要去擋人家 不是那一集 就是過了兩三幾次 喔 她坐不著靠近 位子很遠 她還可以擋她 她在哪裡 她好 她好 她很奇怪耶 她很遠耶 可是等一下 她剛剛在節目裡面 她就指她旁邊的人 就喊大嬸耶 對啊 妳今天就喊誰大嬸啊 Candra 對 Candra聽不懂沒關係 那一天聽得聽不懂 不過今天我聽得好聽得懂 接下來是這一位的 大家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好不好 為什麼妳這麼可怕 我們要心理準備 對 好強喔 她就是朋友介紹的 你這個朋友是誰 幫妳怎麼介紹的 那個朋友 我先來講 那個朋友真的是 因為那個朋友 他以為我的中文很好 因為那個應該是用得好好的 包個狗樓誰在就笑到很大聲 然後第一次 我來錄這個時候 我見他很緊張 緊張 可是你緊張看不出來啊 你不會啊 看得出來會流汗 我真的很緊張 結果瓜哥問我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想要把我的褲子全部講好 沒有啊 我很緊張 我想把我的褲子 褲子 褲子啊 對 對 講好 結果我講得不好 正傳的時候 我講得很久 就跟屏障一樣喔 但現在還是這樣 現在比較好 沒有感覺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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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寫中文寫的那麼久 你有學啊 不是 沒有學啊 在公司上班十年都不能用中文 跟太太呢 孩子一定要給他講英文 讓他的英文進步啊 進步 然後媽媽自己給他講中文 讓他的中文進步 沒有 我給他講英文 我真的 我們很辛苦啊 因為 一定要讓他英文 以後他要回國 你到底有幾個小孩 你到底有幾個小孩 現在有一個 他剛剛變了兩個 他剛剛說兩個啊 什麼意思啊 有幾個小孩啊 兩個 一個 他要想一下啊 沒有啦 但是我覺得他的中文 至少說 他有創造一些那個 中文跟 英文的 新的名字 名詞 然後他的志向深刻 有一集聊那個遊樂園 他說 那個雲霄飛車 我的眼睛 眼睛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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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 我們的英文的湯詞 沒有背那麼多啊 也是不知道什麼 要用哪一個字 是對 那個時候 所以我們會用我們的 手啊 表現啊 你的麥啊 你的麥這樣子 聽不到聲音啊 因為我們 我的英文中文湯 有啦 可以有誰拿一條繩子 把他都賣給我 為什麼今天我們有這個呢 這個 今天有沒有打電話 叫妳 告訴妳她在哪裡 她說 有事情 有事情 她這樣講 後來 她還十二天後來 她突然回來了 她回來了 她回來的時候 她在哪裡 這是三點 這不是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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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講這故事 比我們等她老婆時間還長 怎麼會 好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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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重點到底是晚餐 有沒有帶回來 這一集我在現場 完全聽不到重點 對 我覺得說孔康每個講話都會讓我有 有神油的感覺 對 因為她戴到另一個人的時候 她要講什麼 好奇喔 回來了 回來了 原來是這樣子的啊 請你爛 她就說孔康 她在看我的節目 孔康講話 她就傳她 她就去跟別人 別人 所以中文真的不容易啊 那妳今天 妳今天要不要講一個故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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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聽可樂講故事 好 來 可樂你當初來錄影的時候 發生好玩的事情嗎 原來 沒忘記 原來是可樂 妳是誰說公鏘啊 你吃過 原來 原來公鏘的我們的電視事業 就是十二年前開始的 可惜妳還記得嗎 真的啊 我們原來已經有十二年的 努力的經驗 真的啊 世界大不動啊 世界大不動 好久以前 原來我的事業就是十二年前開始的 所以我不只有兩年多的經驗 對 希希十四年多了 對 可是我一直來呢 我很緊張 可能看不出來 可是我當然是非常緊張 看得出來看得出來 好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每一次老闆叫我開會演講 我不會那麼緊張 可是每一次來這裡 非常緊張 跟第一次一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 OK 可是 我老婆 她就把我當作 英雄 她跟著我上一次 她就很想要看 她也跟她的朋友們看 可是我還記得我的第一次 我的表現非常差 所以我不想要讓她看 所以我跟她說 OK 她問我這個節目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播出我就說 應該是十一點半 或者十二點半 先是十點 對 OK 當然來不及她沒有看過 對 可是 可是她還會重播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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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特別的方面 對 然後好多我的台灣學生 他們罵我 他們說為什麼 德文是這樣子 沒有為什麼 這個要背 這是沒有邏輯的 只有一個方面是邏輯的 插頭 插頭是男的 然後插桌是不是 女的 對 這個不用背 大家這麼緊張 這個還好啊 看起來很緊張 不是第一次 不錯 我也覺得還可以 對 最後來問一下 Eva 對 我來節目的時候 老公一直給我說 妳可不可以低調一點 妳不要妳正面的 給人家看好不好 妳可不可以那一種 妳就裝一下溫柔就好了 所以第一次就真的是那一種很 很溫柔的 很溫柔這樣 第二次忘了說 老公 老公對不起 第二次來錄影的 就沒有辦法 就啪 講出去 因為來賓 有一點點不客氣 所以我覺得之前就很滾 然後那時候 所有的攝影師 所有的工作人員就 我們錄完音之後 他們就跟我說 你知道那個男生是誰嗎 我說當然不知道 他在台灣很紅 沒有一個人敢這樣子 跟他講話 然後我想說 所以 對不對 他面子拉不下來 他曾經有一個長得像布萊德 比特 比特 很帥哥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你怎麼配得上他 真的假的 你怎麼配得上他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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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promise I promise 下次你也不會看到他 沒有 我跟你講 我會剛剛的話跟你說sorry 但是 重點是後來他有跟你在一起嗎 我還沒用講 GQ很好 他後來還是持續把話講完了 對 他後來沒有在 他自己的情緒裡面 EFF一直都是這樣子 他罵人他馬上可以恢復症狀 對 真的 對 他一直表現得非常 而且從那一次的生氣的 頭髮到現在還是立的 沒有變 沒有中 今天很難得 大家齊居一堂 看了那麼多 你知道最初的 自己來到這個節目的樣子 可是我跟你講 不會是說只有看到這個地步就好 今天要看 就一次看得過癮 對 對 不過好了很多很多的獎項呢 要頒給我們這些兄弟姊妹們 第一個是 噢 禁爆王 第一名 然後在四年來他們講話 也是很麻辣嘛 對 讓大家看到底哪一些呢 是這樣百波不厭的 叫我第一名獎 入圍的有 發音了大概四五個月 肚子四五個月大 因為 我非常想做 我一看到了我的老公就想做 然後到一個程度 不管是我的老公 還是不是我的老公 我真的還是想做 對 然後我老公下班回家開門 就一看到了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先吃飯 還是妳要我去做衣服 有一天啊 我們在一個飯店裡面 我們大家一起派對 然後喝酒喝酒到 只剩下我們兩個人 他一直逼我 妳趕快去洗澡 然後我出來了 班店的床 不是都是白色的那個棉被 那邊他 然後拉到一個 大便在這裡 然後拉他 然後吃大便 我就在洗澡盆 不是洗澡盆 洗手盆 鳥鳥 每天早上他就跟我說 然後我們的浴室有一點臭臭 然後他懷疑這是隧道的 跟隧道有關係 那天早上他就進來 我再刷牙他就發現 就是因為妳 他就說從現在開始 這樣子不可以 我說好 不可以 好 沒關係 我現在在洗 我現在在觸發一個洗碗台 對 有什麼感想 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想法 我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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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死定了 救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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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說到他有一個優點 也就是手指頭 很靈活 兩個都是很靈活 這是非常的重要 他A minor 不能按F F sharp 對不對 就像他們那個 講到靈活的手頭 也會很靈活一樣 那這個很靈活 我們給老公拍手 你下次看到我老公就 幫我按一個A minor 他搞了一個姿勢 這樣子 KIM那個A minor的那個故事 是害我到不行 因為每一次我在我的Face 我看到了他老公的照片 我馬上臉就瘋起來 我立刻反應就是 她是這樣子玩 KIM A minor A minor 你那天怎麼會 這麼大放送 講成這樣啊 因為我們太久沒有講姓 這個話題 太久沒有發現啦 不好意思 就算你們講到這種 跟姓很有關係的故事 他們都不給我瑞本 KIM好像自己爆料的時候 他也不太懂 他自己講出來了什麼 我又一次給他送比較 玩具 就是那種很專門女生可以玩的成人玩具 那種 那種 A minor toy A minor toy 對 然後他那個 他有一個手指頭 什麼故事啊 然後他那時候我們本來是說 OK好那這個當然是比較精采的故事 而且有人會我會 不要在節目講 哈哈 KIM 他突然莫名其妙的 不知道錄哪一句 他就講出來 喔對 對對對 因為Sense ever給我買的禮物 都很精采的 粉紅色的 而且裡面有圈景 也會轉啊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我沒有在錄哪一句 我是在現場 然後我看到了所有的聲音是 就轉看看我 那個就算了 後來很多的觀眾朋友 有網路寫給一封信說 你是在哪裡買的 是哪一個牌子 會轉多快喔 可以幫我推薦嗎 真的很專業耶 Gina 那一集其實我在 你們是錄那個大膽王對不對 我那時候完全不懂那個 跳水 所以跳的時候 我不知道 正確的指示 所以我跳的時候 我的腿這樣起來 然後這邊大腿空 屁股全部打到 超痛 然後這邊 全部都V輕囉 超痛超痛 然後就是 所以那次有NG重跳一次嗎 後來那個 就是工作人員過來說 其他有一個畫面沒有拍到你 可不可以再跳一次 開玩笑喔 他臉神好吸引喔 開玩笑喔 各位觀眾 您覺得意有味勁嗎 明天還有更精采的 四周年特集內容 狗之男性笑掉大牙齁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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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來幫我們按讚 加訂閱 拜託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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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拜託